好 前新柱市长林志坚呢 终于是承认他的论文写作有瑕疵了 向社会大众道歉 并且撤销对台大的夙愿 但是呢 他现在指导教授陈明通 还持续帮林志坚喊冤 不过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是民进党党主席赖清德 昨天已经说了 林志坚呢 还年轻 未来要走的路还很远 不应该陷在这里 至于陈明通呢 赖清德对他喊话 他说我建议陈教授 可以参考林志坚 目前本人的想法 好 接下来我们就 继续带您来看一下 指导教授陈明通 现在有人说 他还不依 还依旧不下车 台湾民意基金会董事长 邮英龙就分析了 虽然林志坚的道歉为时已晚 但是他主动撤销夙愿 是一件好事 代表他也知道 没有办法再硬拗下去了 如果再持续拗的话 对民进党的伤害只会更大 至于陈明通 还打算要占清白占到底 他认为这样的行为 真的很难以理解 林志坚他在主动的撤销书院 这些我觉得是好事情 你会不会觉得有点 我太晚了 就人性来讲 大概也可以理解 就人性来讲 可能就是要选择硬拗 拗不下去 该了结还是要了结 要了断了嘛 要不然让民进党一直陷入林志坚这个战场 就是不理性 没有道理 所以他本人 愿意做出这样的一个动作 我觉得也就是表示说有相当的觉悟 他也觉悟再搞下去 对自己不好 对党不好 所以他就撤出来 至于陈明通教授的这些回应 我坦白讲从整个 如果从整体的利益的考量来讲 是没办法理解的 可能是个性问题 他吞不下这一口气吧 吞不下这一口气 所以非要这样讲不可 所以不过这一局对陈明通教授的伤害 是看得见了 很深了啦 那我觉得可能未来不晓得有多少个夜晚 这个他这个睡不着觉 都有可能啦 一个好好的一个学者搞到最后变成这样 到底是所谓何兰 好林之间他已经宣布要撤回台大学位的苏渊案 但是呢我们刚刚告诉过您了 这个他的老师陈明通还是在占清白 而且他自己爆料了 于正皇最初的写作版本 是陈明通客制化的论文公版 好什么叫做客制化的公版呢 中广董事长赵绍康痛批了 你把发学位当成生产线一样 简直就是学术界之耻 另外呢于正皇他也透过律师发出了声明 过去他顾念师身的情谊 容忍陈明通的一再颠倒是非 没有想到陈明通持续诋毁于正皇 因此他将会考虑要提出告诉 林志坚脸书PO出反省文 宣布撤下台大学位的苏渊案 PO文两度致歉 却还是把抄袭凹成事写作瑕疵 並不是真心的道歉 只不过是要帮未来民进党的选举 来清理战场 对我来说我个人感受是很捨不得 很捨不得 很捨不得 我相信林志坚 相信林志坚的不止郑韵鹏 他的恩师陈明通也发声明报屈 担心林志坚就此含冤墨白 还公开27页提供给苏渊案的资料 直指于正皇 举出的最初论文写作版本之中 没有一个字出自于正皇的手笔 完全是陈明通本人客制化台大国 法所论文写作的公版 陈明通更是荒谬可笑了 发学位当成像一个生产件一样 像一个工厂一样 来到公式 这拿到全世界的学术界 都是个大大的笑话 这简直是学术界之旨 你是要毁掉台大国法所吗 网友也留言痛批 文凭制造机自己承认有公版 更傻眼问说 论文还能有公版 让学生填控拿学位 是不是更坐实陈明通在帮人洗学历 陈明通就是论文生产工厂 这还需要怀疑吗 难道你不觉得惭愧吗 你不觉得你把学位当成商品贩售 是一件很低廉的事情吗 俞正皇也不忍了 透过律师发声明说 林志坚退出宿院后 陈明通居然以律师声明的方式 诋毁于正皇 甚至罔顾其他学生权益 而自曝论文有客制化公版云云 将会考虑提告 刻意去把这个所谓的公版的这个诉求提出来 那你陈明通有办法证明这个公版套用在林志坚的论文上面 就是林志坚写的吗 也没办法 他自己创造了那个所谓的明通宇宙 所以今天他爱怎么讲就怎么讲 林志坚还年轻啦 未来要走的路还很远 不应该现在的 陈明通教授也许也可以参考 林志坚本人的本人的态度 赖清德忙着整顿学轮 结果陈明通在背后忙着山火布雷 超跑列车 林志坚没说一声先下车 独留陈明通一人互奸心切 结果又自现你闹之中 接着让我中文陈佑台北报道 好 当然这个林志坚他的论文抄袭 最后已经遭到这个台大跟中华大学 都已经双双撤销他的学位了 不过现在林志坚他已经在脸书发文说 他愿意道歉 而且要撤回夙院 但是呢 陈明通依旧坚持要占清白 而且呢 还说被抄袭的余振皇 是用一个客制化的公版 好 到底什么叫做客制化的公版呢 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国民党的台北市议员徐巧希 他在这个直播当中就直接起底了 徐巧希强调的是公版的写的内容 其实余振皇他自己也有参与了 陈明通是老师 他先写了一个最基本的公版之后 然后呢 就请余振皇去补充公版的内容 变成公版之后呢 再让其他的学生 包含林志坚等人 去按照这个公版的内容发挥 因此呢 这个徐巧希 他也直接质疑了 请问这不就是抄袭余振皇吗 好 当然呢 我们继续就要带您看到 这一回 呃 陈明通依旧坚持要占清白 结果余振皇的律师就直接开酸了 他说这就叫做树欲净而风不止 只不过呢 这个风用的是风词的风 前立委郭正亮呢 在谈到这件事情的时候 直接补了一刀 我觉得是林志坚踩煞车没告诉他 所以他有点被撞到这样 你刚刚不是说树欲净而风不止 是疯狂的风 疯狂的风 对 余盛华律师说的 昨天我一个朋友寄给我也是这七个字 他说腹 腹欲净 腹是肚子 腹欲净而死不止 还有人一直拉死 就说我想要休息一下 肚子休息一下 结果有人继续拉死 他就继续臭不可闻 然后这个议题就继续烧 这个我觉得一定是没有串通 因为如果有想到这一环 我觉得林志坚大概被劝退 已经万念俱灰了 他就不想谈了嘛 可是赖神他们万万没想到陈平通要去补证 我估计他下一步就是出国了 美利坚 对啊 对啊 这个就跟那个郭董上次出韩国瑜 不是也出国 一样嘛 韩国瑜选举过程他有来站台吗 对不对 也有类似 就到明年一月十三号投票之前 他都不会出现了 也许赖也有想到陈平通 可是陈平通毕竟是他的长官 对 所以陈平通个性也蛮倔强 所以也不好劝 所以可能就没处理到 林志坚他的这个论文抄袭风暴 大家也很关注说 在他道歉还有把夙愿撤回 不占清白之后 他的下一步是如何呢 前立委郭正亮评论了 他认为林志坚有可能去选新竹市立委 因为他已经当过两届市长 如果选过市长的人去选市议员 好像有点可笑 因此呢 郭正亮认为说 如果林志坚真的是以政治作为置业的话 他还很年轻嘛 所以应该就是2028年的立委了 大家就是在我们摄影棚当中 现在全天候使用的就是旺旺水神的抗菌液 都可以买得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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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